大家好,我是露西 今天将要用魔法冰淇淋托盘来制作美味的冰淇淋 开始! 虽然我的手工能力还不错 但制作冰淇淋是第一次好紧张 首先 这是我最喜欢的芝士巧克力派 我将用这个来制作冰淇淋 好 首先准备一下材料 是不是该切小一点 好 朋友们,我之前已经洗过手了 那朋友们制作食物之前不要忘记洗干净双手哦 如果像这样切得漂亮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尝尝看了 嗯 嗯,真的很好吃 刚吃了一口 这个芝士的味道,哇,充斥着整个口腔 真的非常好吃 好,那么接下来就将美味的巧克力派放在托盘上 那现在要倒入最核心的材料就是饮料 今天准备的饮料就是 就是就是就是 登登! 准备了牛奶 牛奶和巧克力派协和是超棒的 将这个牛奶 倒入这边这个杯子里 哦,因为这个杯子有点小 所以感觉倒入一点点应该就够了 所以露西呢 就只倒入一点点牛奶 因为是第一次嘛 就倒一点点 倒入一点点 巧克力派会不会多了 干脆吃掉一个好了 这个太好吃了 嗯 将牛奶倒入 前不久我看了艾莉制作冰淇淋的视频 它有两个小国船 操作起来非常方便 那我这只有一个小国船 所以呢 我要将这个勺子也用上 这样这样 这样这样 嗯 这里面有棉花糖夹心 感觉一会做出的冰淇淋会有些Q弹 哦 什么呢 朋友们 快看看这个 看到这个牛奶已经凝固住了吗 哇,真的好好用 但是朋友们 这儿的牛奶凝固的太硬了 这个应该先将巧克力派捣碎 我们再倒入牛奶的 我有点失误了 毕竟是第一次嘛 现在巧克力派都差不多捣碎了 但是牛奶都太凝固了 所以再倒一些牛奶 感觉多倒一些牛奶也没有关系 因为反正我想多吃一点 如果是喜欢那种脆脆的冰冰口感冰淇淋的人 可以多放一些小配料进去 那我是喜欢吃软软的冰淇淋 所以多倒了些牛奶 来 现在配料都捣碎均匀了 我可以薄薄的均匀的平铺一下 平铺到铁板上 好,那现在我们就等着等待冰淇淋冰冻凝固 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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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朋友们听到这种沙沙的声音了吗 凝固了吧 那么接下来要做点什么呢 就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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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把铁板冰淇淋卷起来 那我挑战一下把铁板冰淇淋卷起来 这样划分一下 然后这样推 这样推就可以了 来 究竟能否成功的卷起来呢 哈哈哈 呀 朋友们都弄碎了 不过 应该挺好吃的 因为这个厚度太厚了 所以这样卷起来的时候就都碎了 下次要弄薄一些才行 好的,试试 嗯 还记得刚刚路西说过的话吗 这些都是不可能做出难吃食物的材料 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比刚刚的巧克力太 更柔软 更冰脆 更爽口 真的超级酸 把冰淇淋先装在小杯子里 还有,棉花糖真的很有弹性 真的哦 本来棉花糖放到嘴里不就融化了吗 但是这样制作以后呢 像吃到年糕一样很有嚼劲 大概是因为冷冻过了 还能品尝到别样的风味 这边的冰淇淋呢 我就尝试着一卷到底 这次究竟能否成功呢 究竟 呀 呀 呀 哈哈哈哈 这个干脆就弄成捣碎的冰淇淋来吃吧 好 好嘞 想来想去吃败的问题 应该是处在了厚度上面 我现在再挑战一次 尝试弄薄一些 朋友们 露西的第二次挑战 我是想做出铁板冰淇淋的那种绝花 所以像刚刚的步骤一样制作好了一个冰淇淋 这个比刚才的牛奶倒入的少了那么一些 平铺铁板的时候也弄得薄了一点 这次应该能够成功了吧 能够确定的是制作出了更柔软的冰淇淋 拜托 这次的卷要这样卷好 卷好 我相信我的朋友们能够看到这个卷起来的痕迹 轻轻放下 明明都卷好了呢 拜托就成功一次吧 哦 现在已经尝试了几次感觉已经有了手感 这边呢 也不会成功的 哦 好既然这样了我就尝一口吧 嗯 嗯 啊好冰 嗯 虽然这个卷没能成功 但是味道真的不错 巧克力派的味道 芝士的味道 棉花糖的味道 和牛奶的味道 哇 全都混合在一起了 我已经很满足了 感谢朋友们收看卢西的挑战 今天用魔法冰淇淋托帕来制作非常好吃的铁板冰淇淋了 怎么样有趣吗 虽然这次卷冰淇淋挑战失败 但是下次会争取成功的 那么再见 神奇的变色聋牙是否见过 也则是随心所以 变来变起 蓝颜色呀 红颜色呀 拿定主意一瞬间就变了山 神奇的变色聋牙是否见过 也则是随心所以 变来变起 绿颜色呀 黄颜色呀 随意的变化